为大家来整理一下我们特别制作的印度的专题 这次呢印度基本上对金砖四国 或是对很多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首先呢过去它因为有种姓制度对它的保护 再加上尼赫鲁甘迪家族的神话 你可以想象一个家族几乎国大党统治了一个国家 长达60年在这场金融海啸 过去当然也有非常多的经济危机 可是这一次它真的被冲垮了 那么这一次呢第一个除了全球性的经济大水退之外 统治机器呢基本上面对危机是没有能力的 接着国内当然就很严重的贫富差距 印度的贫富差距很严重 它的经济成长率也下降 然后呢再加上它的整个贵族统治阶级的贪腐 那过去本来可以稳住他们统治基础的整个神话跟光环都不见了 在这次选举里头诉求最清楚的 就是对权贵对权贵傲慢的批判 那它成了一个最广泛最清楚的一个情绪 再加上莫迪在他所过去代表的统治的省 这个省长任内呢有相当好的改革经济的政绩 他又不属于贵族阶级 他变成了印度人民新的英雄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在整个未来的亚洲政治里头 我刚刚特别提到印度有80%的民众是印度教 那摩迪本身呢是印度教的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者 过去他统治的省里头甚至曾经发生过很不幸的杀害当地穆斯林回教徒的状况 而他并没有处理 所以在他这一次当选印度的总理之前 他是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的拒绝往来户 甚至有一度根本不发签证给他 他的当选对美国来说是好消息 也是坏消息 许多人准备看他将来要如何处理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 以及处理国内内部他和回教徒之间的态度 那么美国方面呢希望他能够改变过去的鹰派态度 而欧巴马也在第一时间对他发出了核点 Is India having a Margaret Thatcher moment? A tsunami of national malaise swept Narendra Modi to victory just as it did Margaret Thatcher here in Britain in 1979 And just as Britons were then fed up with economic stagnation and ineffective bureaucracy so too are the 800 million registered voters in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half of India's 1.2 billion people are under age 26 and they want jobs not to mention decent roads 24 hour electricity and water but many liberals and many of the country's 175 million Muslim minority are worried because of Modi's failure to stop the rioting and the savage slaughter of mainly Muslims in Gujarat in 2002 when he was chief minister 莫迪为古吉拉特省创造的经济奇迹有目共睹 但他当年没有制止仇恨 放任印度教徒对大批穆斯林进行屠杀 导致将近一千人不幸丧命的人权污点 使所有印度回教徒的痛 不仅没有随着时间消逝 在竞选过程中还如影随形 插点就成了胜利的绊脚石 莫迪出生于传统的印度教家庭 青年时期曾经参加印度教激进的准军式支援组织 具有浓厚的印度教民主主义情节 2007年莫迪在某次电视访问中 就曾经理直气壮地替2002年的过往事件做出辩护 尤其五年之后的Gudhrat死亡的2002年 这幻灵的Gudhrat死亡你 为何你没有做到更多的 要禁止这幻灵 这幻灵我给了媒体的媒体人 就像Karan 让他们享受 为何你不能说 你忽怨的死亡 为何你不能说 那可能政府应该做更多的 要保护他们 我说到那时 你能够找到这幻灵的状态 但不再说 不再让别人听这幻灵的信息 不再让别人听这幻灵 你却依捣了一幻灵 这幻灵的观众是 依捣了一幻灵的观众 它是在你的手里的改变 我让你能够改变 泡沫 尽管莫迪从未对这段错误 做出说明甚至道歉 但他具备当今印度政坛 少有的领导力和执行力 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印度广大的年轻人口 渴望改变的意志太过强烈 让对现实的需求 终究超越了对普世人权价值的坚持 许多人喊泪投票 让布尼得以跨过障碍 横扫千军赢得大选 美国从2002年古吉拉特动乱之后 就一直拒绝发给莫迪入境签证 欧美国家也避免和他往来 如今面对区域新的政治强人崛起 美国只能顺应情势做出表态 对莫迪的态度也有了180度的转变 莫迪的鹰派思想 也反映在对邻国的政策上 在竞选期间 莫迪多次强烈抨击国大党的硬巴关系 以及中印边界问题上 态度过于软弱 还说必要的时候 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强硬的措施 莫迪无疑是个强人 英国金融时报曾经将他比作印度的安倍晋三 认为亚洲迎来了另一个民族主义者 如今站在国家领袖的高度 莫迪似乎也已经意识到 昔日的竞选预言 势必得做出调整 不仅率先邀请巴基斯坦总理 前来参加5月26日的就职典礼 也宣誓将善尽国际职责 印度境内除了高达1770万名回教徒之外 也包括其他的势力 当年的甘地夫人被席克教徒刺杀 拉吉夫甘地死于斯里兰卡的坦米尔之虎分子之首 都是血泪斑斑的历史 挟着超高的人气 莫迪的权力也将打到顶峰 背负着人民巨大的期望 他将如何处理内政和外交的挑战 考验着他的智慧和毅力 感谢观看